ライン之餘大距離 我叫Kan 普通靜坐和運軟裝工 覺得這個課程的內容是非常豐富 在這個課程中 我學了幾個不同的工法 在第一個階段來說,我學了足跡的靜坐 我學到如何由靜、由定 到最後來說,我已經達到無憂、無慮和惡惡的境界 即是天人頭一 感覺是自己去到一個境界 你不會覺得自己身體的存在很安長、很舒適 也可以說心意相依是很舒服的 入到這個境界之後,沒多久的話 身體就會開始發熱,是很舒暢的 到第二階段,我學了代單的小周天宮 在當時,我已經可以學懂了 如何找到那個境界周天和血氣周天 已經打通了人督耳蜜 差不多是兩個月左右 就已經可以打通了那個人督耳蜜 因為我已經可以直接走得到那個血氣周天 幫助來說,我會覺得對於身體的機能 可以說是那個幫助會更加很大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會練功 練完功之後的話,我會發覺那個身體 可以說是recover的速度是快很多的 練功之前很累,很想睡 但當我練完功之後,我會發覺一來是熱 二來是很有精神的 可以繼續去做我想做的事 到第三階段,我學了一個運泉裝工 和那樣去採譜 它就是採天地之氣,保全身之氣 我會覺得這個功法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可以在愛語即是天地的練氣 將它採進去,放給自己去用 令到自己的氣感更加強 再加上,後期師傅還教我們身體呼吸方法 最多我都學成了 我現在來說,我已經可以全身呼吸 那個感覺是,那些氣可以透過我的皮膚 進入我的體內,然後就經過毛孔敷出來 到後期的話,師傅還教我們 如何將身體呼吸,小周天和採譜 全部合在一起的位置 我會覺得那個效果更加會是很特別 和更加會練功之後 我會覺得更加是很舒暢 和精神飽滿,可以說是 我會覺得在這個課程 學完之後的話 尤其是在靜念做的一部分 是可以幫助我很多 就是發覺自己處事 是比較上是更加會冷靜 和人亦都變得牆獄 和自己在工作上 在思考解難問題的能力 我覺得是有所提高的 有所提高的能力 為難充能不能找到 採訪的分證 有所提高的能力 有所提高的能力 分證 為難充能力 為難充能力 能力